哈啰 大家好 我是杰哥 今天要带给你们的这一台手机呢 在马来西亚没有卖 不过在中国那边卖到乱 哈哈 为什么卖到乱呢 因为 颜值高 性能高 CP值高 性价比 更加高 哇 这四大高就够力了咯 偏偏这台手机没有引进马来西亚 半点声音都没有 没错 今天要带给你们的就出自于真我 GT系列 在马来西亚只有 RioMe 234 5 6 7的系列 或者是X系列 还有什么 所以选择方面非常少 不过在中国那边呢 我选择非常多 最近还刚刚推出的Q3 性价比也非常不错 但是呢 Q3那个之后啦 今天要带给你的是 GT NEO 青春版 因为GT的话它是属于旗舰版的 然后GT NEO呢 是属于青春版 虽然拥有一个NEO字看去呢 可能配置方面就可能比较烂 对不对 诶 其实完全不会啊 这个GT NEO 如果真的引进马来西亚 故意粘压各路旗舰机 真的 等下你看下去 你就知道这台手机有多够力 OK 首先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开箱 在盒内就配置了 获名硅胶软壳 它有新数巨线 还有65瓦速的 闪充插头 在盒内的配置 很一般 可是在造型方面 被一般 这一次它是以 Cyberpunk 主题配色 分别有三款 黑颗 Black 极客银 还有最终幻想 大胆的采用难度极高的 幻彩磨砂设计 通过微米及光雅 同体工艺 纳米分层技术 光学级的 YUMI纹理技术 不但更加耐磨 抗污 抗指纹 更实现了独特的 幻彩磨砂手感 再来这一次它的 realme logo 在条纹下方 还带有slogan Dare to lead 的字眼并列集中 看去格外的高端 再来条纹里面 根据不同的光线折射下 你会看到激光线条 泥曼在集中 整体设计看去 非常的霸气 除此之外 在手感方面 更加不错 因为这一次 探称雨量级手机 重量只有179g 厚度也只有 8.4mm 又薄 又轻 又小力 因为屏幕特别小嘛 如果是女生握住的话 完全不是问题 一手掌控 真日记 仿佛拥有全世界 这样的手感 我买单 然后在前屏方面 就是不得了 这一次是搭载了 6.43寸 三星Super Almodel Full HD Plus 挖孔全屏幕 它的孔 虽然不大 也不小 就在左上方 但是屏占比方面 真的宽 额头薄 下巴 不厚 给予不错的屏占比 同时还配备了 Enscreen Fingerprint 解锁方面非常快 看去更加有科技感 再来色域方面 不用说 搭载了 DCI-P3 整个屏幕看去 颜色还原更加丰富 还给你双扬声器配置 还有双重认证 分别就是 Dolby Atmos 和 I-Res Audio 进一步提升用户的听觉感受 这一次呢 它还搭载了超级多屏 实现用电脑玩手机游戏 上分时刻 滑鼠相助 抢战自胜先机 就可惜了 我家里没有 Windows电脑 不知道要怎样连接呢 我的动部来了 而且在震动反馈 更加一流 采用了Taptive Engine线性马达 再配合4D震动功能 无论是开黑时刻 还是日常生活使用 给予超低震的震动反馈 而且它的3.5mm 还依然保留着 哇 非常强的 Test test One two three 没错 现在我们来到测试相机的环节 现在我们用出的就是 GT Neo的出镜头进行视频拍摄 在它的画质方面呢 最高可以去到 4K 60F 然后在相机整体配置呢 它的规格就是 64MP主色 8MP超广角 还有2MP的 Mine Mine 妈的我讲到哪里了 那些狗啊真的是啊 很冷笑 而且它在介绍东西 一盘它在那里 可以可以可以 哦 刚刚有一个分多分要追我 看你咧 然后我去追它 然后后面有很多人跑出来看 然后我就尴尬的走掉了 哈哈哈 Why are you running 在防躲方面呢 我们就有测试 4K 60 1080 60 还有1080 30 当中最稳定只有 30F 如果你去到60帧 你就会比较晃 不过没关系 它也有支持 超级防抖 哎 现在我们就是用着 普通的超级防抖 普通超级防抖的话 是用它主镜头 所以在画质方面没有影响多大 但是啊 如果我开到MAX的话 就会看到那个画质呢 充满着噪点的问题啦 如果是在 光线充足的地方下拍摄 是OK的 如果是光线不充足 你就会看到 噪点满满整个画质 进一步的降低啦 那我拍拍一半年 我突然间想到 刚刚给狗费了 我忘记了 刚刚我们在讲它主相机镜头的配置嘛 在它主镜头是搭载了 64MP 8MP的Ultra Wide Angle 还有2MP的MicroLens 这三颗镜头 足以吊打 可以吗 不可以吊打 不过 从这样的机种来说呢 它的峰值算是相当不错 你不要拿108比较啦 因为108的话 它搭载的处理器呢 就是终端 而这一个呢 它搭载64MP 还给你旗舰处理器 而且这旗舰还非一般哦 在安都督中跑分就打下 70万分的战绩啊 虽然还差一点就到70万啊 不过有如此分数 应该是没得闲了啦 再来呢 它还搭配了UFS 3.1内存配置 读取速度高达1900MP 有如此速度 还有谁 没有别人了 这台手机 完整 哈哈 这个是我自己讲的啦 现在我们来尝试它对焦能力 从一个近距离到远距离 诶 算是 very的 smooth 算是吗 呃 诶 诶 我们再尝试一下它对焦能力 从一个远距离到一个近距离 诶 对焦咧 不要这样 呵呵呵呵 对焦能力的话 马马虎虎 从一个远距到近距的话呢 它的对焦的时间算是拿非常长的 再来呢 虚化背景效果是有啦 对焦的流畅度也是不错啦 整体表现还算是OK的啦 然后现在用注的就是它的超广角镜头 在超广角的话呢 最高画质只可以到1080 30fps 如果你要4K的话不支持 呃 反正你要4K用主镜头啦 主镜头的感光元件各方面配置都比较顶尖 拍出来的画面呢会比较OK 接下来我们来看它拍摄的体验 首先我们来个夜拍 在晚上拍摄的话呢 无论是主镜或超广角镜头都支持夜拍 不过在画质方面的话 主镜头还是比较到位 首先利用主镜头拍摄的话呢 在建筑物的细节还原会更加到位哦 你看在晚上拍摄的话 放大细节都不会有那种噪点的问题 而且在灯光凝聚效果是非常好 整个建筑物看去呢 非常立体感 然后在拍摄远地方的话呢 它光线不会过于调亮 因为在一些手机呢 它就有增亮的演算法 看去整个照片就特别的亮 它的超广角就有这样的问题啦 你看啊 好像这个就是利用超广角镜头拍摄 所以整个地方呢 你会看去进一步的提亮 在放大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噪点的问题啦 那个细节没有这样到位 如果是主镜头的话呢 它就会把那个光线压到最低 整个光的凝聚呢 非常好 你看整个A就是非常立体的 这样的演算法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再来从一个近距到远距的过程拍照呢 也是有那种虚化的效果 整个看去非常的有立体感 然后在细节还原呢 你看老虎的单纹 表纹 王冠 星星这些都还原非常到位啊 整个照片看去非常有层次 然后如果是超广角的话呢 它的演算就不一样了 就是提亮了 所以在颜色方面你会看到比较不真实 再来利用64MP超高画质拍摄呢 当你放大细节 再放大 它就会进入超高清模式 哇你看 那个人脸的细节还是看得非常到位的 而且距离还非常远哦 然后在花的颜色色彩方面 演算法会比较偏于鲜叶化 所以整个照片颜色看去 冲击力特别强 如果是拍人像的话 怎样 晚上夜拍人像 都非常漂亮 你看这个小孩子 他就刚好奶奶要帮他拍一张照片 and then我也跟他说 我可以帮忙拍一张吗 没想到拍出来的效果 真的让我惊艳到 整个照片的细节呢 不但还原非常多 那眼睛水汪汪 整个照片非常有张力 特别漂亮的 如果是在灯光拿捏方面的话 都非常到位 你看那个灯的柔和性 不会太过于强烈 然后在光线的话 拿的都非常到位 如果是超广角的话 虽然是说在视角方面看去 非常的广阔 非常的漂亮 但是呢 就是光线方面 它会过于的爆 有好有怪啦 如果你要看更多 有关照片的详情呢 你可以去到脸书 杰格有在那边 post 这些照片 拍照出来的细节啦 在那边你都可以一次过观看 接下来就是游戏的体验 GTNEO搭载了 联发科处理器 天玑12005G芯片 在王者荣耀里面呢 可搭配三格超高增屏 三格超高 画质在游戏体验 完全没话说 顺顺过 没卡过 而且延迟力 还非常低 触控方面 完全没毛病 由于这一次搭载 WIFI 6配置 再配合我家的 WIFI 6 Router 就有如鱼得水般 它的延迟力大幅度降低 平均保持在70ms 再来它的平均帧率保持在80至90之间 哇 说物画面的流畅感是非常好的 加上360触控采样 操控起来真的好到没话说 再来 和平精英 里面可搭配一格流畅 六格90帧设置 四格HDR 画质四格极高增屏 诶 不可以搭载超高清 不然不用急啊 因为在和平精英里面 最重要的还是帧率 帧率有助于画面的流畅感 而且在观看视野更加不错 如果你选择那种超高清画质 那些花草树木非常逼真 造就的自然的隐身作战现场 所以你就很难看到 比 嘿嘿嘿嘿嘿 搭配流畅画质是足够的 再来比较可惜的就是呢 雷君已经宠坏我了 教我什么那个超触控率 慢慢的我也学会怎样看超触控率了 这台手机没有超触控率 不过在微拖动画面的那个流畅度 还是有的烂 用于打机还好 用于钢枪更加不错 不过在续航能力方面 王者荣耀 平均30分钟减12% 续航无间断能维持4小时 如果是和平精英的话 16% 续航无间断 最多能维持3小时左右 续航能力很一般 但是在充电方面 非一般 搭载了50W 散充技术 0-100充电不需40分钟 在控温方面 虽然这一次有搭载了3D钢化 VC 液冷散热技术 但是在控温方面 很一般 王者荣耀晚上1小时 它的温度平均保持在10度左右 如果是去到和平精英 直接飙高达45-6度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开启 6格90真摄制 所以在性能方面全输出以外嘛 增率又特别高 造就温度非常高 再加上我还开启了 GT 模式 GT 模式是什么 等下来跟你说到 这一键你一开启 整个游戏的体验 直接变了样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它的GT 模式有什么 通过通知栏能一键启动 GT 模式 在GT 模式启动后 性能全开速度相应更加快 再来开启游戏的时候 它就会进入游戏空间 从左向右滑 你就会看到游戏空间的专属功能 在这一边我们能一键屏蔽来电断网的问题 再来它还有全层镜模式 开启这个全层镜模式 闹钟通知来电控制中心 导航手势游戏助手 全部都会屏蔽掉 开始体验的过后 你上面这些不会有误出的问题 通过这个模式 我们就可以阻止一切的干扰 除此之外 在里面我们也可以开启游戏变身 也有4D振动 给予用户不错的振动反馈 我们也可以调整它的灵敏度 手感调节这一边 它就可以自定义 职业推荐大神推荐 还有这种东西 再来它的性能模式 还分成三档 拥有敌号模式 均衡模式 还有电竞模式 开启电竞模式 你的温度跟功耗会随着提高 不过在性能表现全输出 所以在玩游戏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什么叫做 激情引速度 左边这边呢 我们还可以添加游戏手柄 因为这一次正午也有推出 一系列的游戏补助工具 然后就可以通过这里来设置 游戏手柄 大概就是这样子啦 目前杰哥评测的这台GT-NEO 它的配置是12GB RAM 256GB ROG 大马落地价在1800左右 假如说你要的话呢 可以向杰哥订购 不然就是你可以上网自己订购 如果是说你不同家订购 没问题 杰哥之前有教人 怎样去订购手机啦 你可以点击上面的链接 去了解一下 这台手机呢 无论是拍照 拍视频 玩游戏 看戏 各方面体验 都拥有机智的感受 重点是性价比还非常高 这样的一台手机 骨骨头给你挑了 根本就是一颗完美的鸡蛋 太漂亮了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先 我就是学那个有报 朋友们好 我说的Mr.杰哥加入 双你写我的视频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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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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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